手工啤酒 与其叫做手工啤酒 不如叫做精釀啤酒 精釀啤酒最著重的重點 一定是質素 我們亦會跟隨傳統做酒的方法 但有時發覺有些比較特異的材料 甚至有些比較本土的材料 我們都會加入酒 其實啤酒為何會有不同顏色呢 取缺於用了不同顏色 不同種類的麥芽 當大麥由收割那一刻的麥粒 變成麥芽的過程 中間有很多不同的工序 所以如果你深色一點的啤酒 只不過可以期待多些比較燙 比較照向Rosy的味道出現 但不代表風味 一定是非常濃郁非常苦的 也有很多啤酒本身是很淺色 但其實它的風味非常濃郁 所以不要以為深色一點的啤酒 就等於濃一點了 其實啤酒泡 要針多少泡才成為合適 其實沒有一個模特兒的答案 本身不同的酒款 它本身自己一樣發泡的濃度 碳酸的含量都不同 所以有些酒飲品的時候 應該針多泡一點 有些酒應該針少少少 如上一隻杯喝完大部份的Craft Beer 我建議買一些窄口的杯 好像紅酒杯那樣的形狀 幫助香氣的集中 讓你能夠完整地感受酒的香氣 其實啤酒當然不像廣告那樣 越冷就越好喝 因為如果太冷的溫度 尤其是接近Freezing Point 無論你的臭覺 你的味覺都會麻木了 你就完全不能感受到 本身的酒的香氣和味道 其實大部份的酒 可能大概在六至九度 攝氏去喝 尤其是酒精濃度高一點 酒精的複雜性 味道複雜性高一點的酒 可能溫度會再暖一點點 大概十至十三度左右 你才能完全感受到 麥芽的複雜性 啤酒花味的香氣等等